大家好,我是Ted,星馬來的Crystal 來到奧地利三年 終於有機會參加Fashing 有人會翻譯它做狂歡節 亦有人會翻譯它做嘉年華節 這個節日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 這些德語區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節日 因為它很特別 很少節日是用來狂歡的 在奧地利,就算是聖誕節 通常都是跟家人過的 很少是跟朋友狂歡的 所以今天你會看到很多人 扮鬼扮馬 穿上很多東西的衣服 出來逛街 而這些參與巡遊的人士 更加在去年11月就開始準備了 但我最初以為Hubs Pass一定是起點 原來這裡是終點 所以他們12時15分開始的巡遊 來到我們這邊已經1點多了 幸好他們在巡遊之前 有免費派那隻柏林果醬包 即是它看起來好像沙翁一樣 而中間就是一些果醬 如果你在奧地利買 通常都是一些杏理醬 幸好他們派包 在香港也有花車巡遊 通常都是一些特定的公司 或是一些隊伍 但這裡就不同了 這裡就算是一個人 你都可以參加 而且不是只有靚仔靚女才去參加 我看到有很多老人家都去玩 他們還很投入 跳舞 我覺得我也要玩一年去參加 在香港的花車通常都是旅遊巴士 即是開逢的旅遊巴士 但這裡就很不同 這裡有很多工具車 即是一些產車 貨車 我很少有機會 會看到這麼大人的車 在這麼近自己前面 慢慢地駛過 發現那些輪子很大很高 和我個人差不多高 我覺得很有趣 你看別人的巡遊 它用什麼花車 都可以看到地方的文化 在奧地里 這個巡遊叫Fasting Dinsta Dinsta 就是星期二的意思 即是說這個巡遊 每年都是星期二舉行 雖然這一天不是他們的法定假期 所以很多人都要上班上學 但這裡的老闆真的很好 它會提早被人下班 我剛才出來 看到很多店舖 都說他們在12點就會上班 而且我女兒 都在11點多 就提早放學 所以如果你們遇到 這一天來到奧地里旅行 可能就不能購物了 不過可以參與這麼大的城市 看他們的巡遊 我覺得比購物更有意義 如果在維也納看 我相信會更加精彩和熱鬧 始終維也納是奧地里的首都 是不是心悠悠想安排行程 是這一天來到奧地里旅行呢 那你知不知道 明年2025年會在哪一天舉行呢 預計就是3月4日 星期二舉行 那你們就可以早點安排你們的日子 下一年我們一起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